打开您智慧的天窗 追寻您梦想的未来 我是高博培训有限公司的郭亦安 说出您的心声 只有榴莲台 榴莲anfm.com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我们继续天马行空 我是小青 我是加玛 我是威尔 好 咱们说说大男人 大男人呢 就是 你的 你的所爱了 对吧 男人就是要忍大男人 我从来没有否认说 我是多少稍微有些大男人 可是我不是那种霸道的大男人 就一点点 男人不大男人还叫男人干嘛 叫小男人 小男人不是男人 小男人不是男人 太小 那叫小男孩就行 对吧 小的话就男孩了 大的话就叫男人了 其实女人对男人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勾画 什么崇景 我觉得要看年龄层 OK 对啊 所以你要先了解哪一个年龄层的女人 先说你这段年龄层 对了 先说你这段年龄层 从你开始 从我开始啊 我觉得 该有的大男人 应该说该有的主见要有 那如果是 如果是那些比较霸道的 不可理喻的那一些 就是他指定 就是很很无理取闹 应该不能用无理取闹来写 何谓霸道 何谓霸道 你就这么讲吧 简单点说 看门见山 就是说 你喜欢这个 男人替你抓主意 还是自己来抓主意 我喜欢 小事男人抓主意 好像比如讲说 那些去哪里吃 看什么电影 那些 那些他决定就好了 OK 好 就小事男人抓主意 那如果是大事的话呢 我希望他可以跟我商量一下 什么大事 你这具体一点 比如说 大事 这这刚才都是小事 大事比如讲说 是买房子啊 买汽车啊 或者是去旅游啊 旅游都算大事了 算啊 算大事 为什么呢 这是跟钱有关的 好像每一样东西 都跟钱有关 那对 就是除了跟钱有关的大事 有没有说 必须要跟你商量的 你还是对钱看的比较 我觉得还有 可能还有孩子的一些教育方式啊 包括要把孩子送去什么学校啊 甚至是 就是对整个 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东西 我觉得都应该要一起去商量之后 再下一个判断 不能够说 我就是要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 或者是我就是要把孩子送去独中 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国小 那比如说这个 这个大男人说 这个孩子必须跟我信 那你觉得呢 我是可以接受了 可以接受了 因为传统下来就是这样 这个不用 传统下来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孩子一定要上音效 这个就要商量了 这传统下来就上音效 父辈都上音效 可是大家的生活背景不同啊 他可能是音效的 但我可能是华笑的 包括包括那个孩子的宗教 我觉得也不可以就是去去规定 你一定要跟我这样子 就就有一些尺度呢 就是要让小孩子自己去选择 就是说就是有一些 我觉得这些都算是大事啦 大事 对啊 因为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未来 这些东西都是大事 你不会这么说 你说了算吧 你做主吧 你抓个主意吧 这些不会啦 如果是看电 如果是那些看电影喝茶的地点 那些无所谓啦 很难说啦 我总觉得很多就是一些女性朋友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 这些你拿主意吧 当你问他 那你说 他会说吃什么 你拿主意吧 好啦我们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今天不是很想吃 那如果我们吃那个 我觉得这个 我上次那 昨天才吃还是中午才吃 我们换个别的吧 然后吃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像没那么好吃 那你要怎么样 请问 好像男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几乎都是 所以你看吧 就是有时候 一些你说小事 由男人来决定 可是很多时候呢 这些所谓的小事 你不能怪有时候 男人怎么会大男人 因为毕竟有些时候是 你们自己做不了决定 然后你做不了决定的时候呢 你又想要去影响 要影响的话 那其实就变成 我觉得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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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很罚那件事情 所以还像有一些大男 大男人的那个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 孩子 这个高中毕业了 对吧 高中毕业了 要进大学了 你问孩子 你想学什么呀 孩子说不知道 随便 随便 你们说吧 然后 这个 老公 就说 让他学法律 你呢 意思呢 让他学医生 那怎么办 那 最后让孩子选呢 孩子说不知道 还是要让他选吧 他不知道 你们定 那 这个讲起来就会吵架了 对啊 这是大事 对啊 这个如果由任何一方去决定都会吵架 那那怎么办 那总要有一个办法 怎么商量 到最后一定是把这个球丢回给孩子了 孩子还是说我不知道 难道他抽签吗 抽签 可能啊 可能啊 用这一招啊 没有啦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考虑两个行业 哪一个 就一起去分析 哪一个比较适合他的小孩 一般这种情况 这种 一般这种情况 最后就是父亲说了算 我所知道的也是这种状况 一般会是父亲说 除非 除非那个父亲真的没组件 他就比较随便 那就妈妈说了算 所以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父亲说了算的这个结果 对吧 你是你是这类型 我觉得看人 我的家庭就不是这样子了 那你一定要那怎么办 如果你你已经说你不喜欢父亲决定的这个方式的话 那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不喜欢啊 不适合 然后分析给他听 这样的未来不是我要的 就是学医 学法律不是你要的 学医是你要的 就可能讲说 我的口才没有 我的艺术这么好 类似是这种东西 然后再告诉他 怎样怎样的生活 我会我会觉得过得比较精彩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也会听啊 我觉得大男人主义 不能不能是那一种不能够接受别人意见的那些 然后只把自己所讲的话说了算 然后别人所讲的一概就是听智而不闻 那这个就太专制了 如果是一个男人 他的就是他比较不单止有主见 而是他不单止强势 不单止有主见 他的那个说服力也非常强 那就听从啊 我觉得OK啊 这样子就OK 对啊对啊 你只要他讲的东西有道理 而且他看的 他自己本身看的层面也比较广 那我相信他他建议的那个决策 都会是比较适合也比较好 因为他想的比较周全嘛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这个大男人他有这种 他有这种 有一点料子 料子是OK的 就可以大男人了 当然啊当然啊 如果是没有 然后自己又不听别人的 硬硬就要自己说了算的那一些 很难沟通耶 就是不能硬硬来 霸王硬上弓就不行 对啊对啊 找个方式来告诉你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来说服你 所以大男人还是行得通的 只要是有这个料 就是可以说服你 然后有说的言之有误 就是这样子就 花言巧语呗 对吧 对吧 先花言巧语把你给说服了 对吧 然后他就按照他的方式来行事 花言巧语要说的很动听也难啊 因为有很多花言巧语一听起来 就是很油很腻 然后你一听就知道很假 所以你要把那些花言巧语真的是让你 就是他他讲的那个技巧讲到是说 让你填入新的那些就就要花功夫了 那好多政治人物都好厉害哦 我觉得是不是 他们的花言巧语啊 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进去 我问你 你你你你你你像比如说像这个 奥巴马这样的情形吧 他本身算不算是个大男人 算啊 为什么呢 我 大 我觉得他会 讲讲不上 但是他他他不 他不像是完全没有主见的人啦 他有他自己的理想跟他自己的远见 然后他说服力也很高啊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有这种这种魅力的人 他都可以成为一个女人都喜欢的大男人 无论他怎么样大男人都行对吧 而且他不会强制你做一件事啊 我觉得像奥巴马的这种 很多人是强制啊 他只是换个方式来强制 让你觉得被强制的很舒服 用软啊 用比较软的方式手段来去让对方 就是让你跟着他的那个方式去做 他如果可以做得到 那那当然可以 这种叫聪明的大男人是吧 是啊 其实我们往往往往对这个 大男人主义啊 其实这种这种说法啊 反映出什么呢 其实反映出我们现在这个女权主义的一种抬头 其实所谓的大男人主义呢 是是相对于女权主义来说的 好我们在线上 呃有这个阿龙哈 阿龙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不得不要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啊 阿龙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对就是我们呃这个是专家时段啊 大男人专家吗 对啊 对没错 专家时段 但是我想说的东西是如果你们今天谈大男人主义 我倒是想要问为什么如果你把男人套上大男人主义 则是不是对男人也不公平吧 为什么呢 有什么不公平 OK 有时候你看在这个社会上不是讲说我们讲要肤权主义不是肤权主义 如果今天我是阿龙是一个很稳朵的一个小男人啊 我让在你你性的女人界里面踩不起我这个男人的咯 你们会这样认同吗 对啊 对你很小男人就看不起你呗 对啊 那所以我就是讲说做男人要懂的就好像我下面那个人生人蛆吧 这个就是有时候你该该大男人的时候你就大男人 有时候做个小男人也不妨吧对不对 如果你太舞每个事项里面都很大男人主义可能在女性方面的时候他也反感 如果那个男人太小男人的女性也不会喜欢你的 也就是说你要懂的什么的时候你要拿出大男人的那种的威武出来 如果你要什么时候该软弱下来的时候你就拿小男人 我认为这么样才是会一个好男人吧 可是有些有些可能是比较那个有有有霸气的一些女人 他们就偏偏喜欢一些小男人了那怎么说 这些是未必呸呸呸呸呸是吧 他会更他会喜欢更强的 对这个有都有这个有有霸气的女人喜欢这种什么受虐待狂对吧 对对对 你女儿带了多少人阿龙 我女儿带了多少人啊我都很想被人家女儿带的感觉 所以听阿龙这样子讲哦大男人小男人有时候要有智慧 因为你有时候要当小男人有时候要当大男人 可是你骨子里要是大男人 对了 讲到重点了 对了 这这这小青讲到重点了对吧阿龙 对啊对啊 我做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今天我问小青啊你是女男啊 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像加玛像大男人的主义啦 永远都是大男人的那种思维啦 你会接触他还是阿龙是会懂得一半一半 能屈能生 你喜欢哪个当然是会变化的人啊 素工有七十二变 男人有时也要懂得变才会才会久吧 所以就不只是女人要懂得七十二变 其实我们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想象这个阿龙小男人是个什么样子 阿龙你说几句话表现出小男人的样子我看看 为什么要说话来表示的那种 那或者要行动啊你举个例子啊 你什么时候是小男人的样那个这个例子啊给我们知道一下 你是太太来来来来来主导我啦 主导你什么 什么事情啊可以再具体一点 在家庭方面他安排这些东西你就是符合他 而不是凡事都是我们要安排到好好的东西 财务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啊计划啊怎么样做东西 那个由女人来做反而更加实际一点嘛 因为女人会比较精通精算在这一边的财务的管理吧 对不对 这种东西没有理由 如果你是大男人讲 为什么你要管我的财 有些大男人的男人就是会这样说为什么我的钱你要你管 为什么我我那些东西需要你管吗 这个就是大男人吗 但是有时候哎但是我们放下身段哎他管的也是好 他也是要为你未来的啊目标好嘛 对不对 叫做买保险什么东西都是他跟你安排 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该放下身段 做小男人让他去做费发费他的专长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 其实你看了吗你看出你看出来了吗 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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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说把那些简单的机械的啊就是不起眼的就交给女人去管 所以我刚刚想讲的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小男人 这个还是另外一种大男人显现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阿龙你你你骗的了别人骗不了对 哈哈哈哈 骗不了我们 你对小星花言巧语了 哈哈哈哈 有有花言巧语吗怎么没听得出 哈哈哈哈 对这样嘛这样我问你了 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小男人呢 是不是要被我从来不做小男人 谁像你是的一会儿小男人一会儿大男人 美去名言能生能屈的 我让你屈的时候把你打断 看你永远伸不伸不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认为是这样的有时候 哇如果今天一个做为一个男人 如果你太大男人主义我相信 女性也不会接受吧 但是刚才William有讲到说 我就比较反感的就是女性有时候 当你问她的时候要吃什么东西 她永远拿不受到主义 她就跟你讲喜难啊或者是随便啊 当她想你随便的时候 你带她自己想你要去吃什么东西 你去到那个餐馆之后 她就给她家说哎呀其实我都不想吃这个 我昨天还吃了这个东西 你今天又带我吃这个东西 但是昨天你上班的时候 你跟同事去吃我来吃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这样的东西 你不人家当然能问你的时候 给你主见的时候 为什么你女人就不拿出主见来 你拿出你的意见 你是永远都是想要当小女人吗 其实阿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咱们这个日月什么阴阳水火 怎么讲来着 这方面啊 其实在人类的角度来看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大男人主义是一种说法 其实女人是喜欢大男人主义的 对吗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架构 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比如说 往往呢 多数呢 这是因为这个上帝的意志吧 就男人为主 女人为辅 这是一般的架构 但是有的情况 它刚好是反的 有的有的家庭 它可能是女人为主 这是男人为辅 就是你说它大女人主义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但是它的架构就是说 有一个是强一点的 有一个是依附着的 那这一种呢 是比较平衡健康的一种状态 我不知道我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 比较能和谐 我总觉得当两个都强的时候呢 硬痛硬 当然有火花 可是这个火花有时候太大了 反而燃烧了 烧完了 我反而是觉得是 如果是在主见上的大男人 就是在主意上的强 那是还好的 可是至少他在日常生活的态度要谦和 然后平常的事情都有做好 甚至如果说这个男人还能煮 能清理 那这样子更棒 这样的大男人非常受欢迎 又有主见又能煮 然后清洁工作也做得很妥当 自己的房子也收拾得很干净 阿龙你听出来了吗 世界要变了 我听出来 我这样说我很敢讲 还好我太太没有听这个节目 我可以大大声讲 如果在这一方面进了厨房 我比我太太还要专长一点 打理这个东西 我还比我太太还要来得好 为什么 你总是跟 为什么你比你太太还强吗 这我不太相信 因为我懂得煮吗 因为我通常都是我煮给他吃 我多一他煮给我吃 你这样说我是小男人吗 未必的吗 这个有时也是一种乐趣吧 对我来讲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已经也讲说 我倒是要问你们两个三个 就是说有一个我一个朋友 连那个财务他的太太管 我一天给你多少钱花 就是一天我给你三十块 就是那个财务完完全全是由他太太来控制 当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男人是小男人吗 还是那个太太是大女人主义 我跟你讲啊 就看这个男人有没有智慧 对吧 而且而且要看这个男的 他有没有自己的主见 如果这个男人有智慧的话呢 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一天三十块钱的话呢 这他太太有难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不就三十块钱吗 其实你只拿了我一部分的钱 对吧 然后一天回馈给我三十块钱 我大把的钱都布在你手上 对吧 这三十块钱 你觉得我还挺规矩的 拿了三十块钱在外面布包 你知道吗 我一天在外面花三百块 可能吗 如果他整个钱财 整个薪水都由他掌控的住 当我看到这东西 我认为很不恰当 当然不恰当了 如果一个男人把钱都给了太太去管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叫男人了 那又不能这样子 我也不能认同这样子的说法 他肯定的 我肯定的 我问你 林无彤的钱是不是都给他太太管了 不会吧 没有 没有 这个民生蛋就成什么 陈志远 陈志远钱有没有他太太管 我觉得是看人的吧 过客年的钱也不是他太太管 所以你说的这三个都成功人士 他们的钱都很庞大 所以要由专人去管 他们有财务顾问去管 对 对 所以 半家庭还不需要财务顾问 对 太太管不了 太 数目太大 对 连会计专业 就是很资深的会计师 可能你要好几个 那太太就说什么人的钱要 要给太太的管 像阿龙的钱是不是要给太太管呢 阿龙也不是赚小钱 对吧 我不会说完全给他管 对吧 他管一半的 所以说太太给你三十块钱 你就笑嘻嘻接受就完了 对吧 有必要去 我总要接受 我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我不会的 如果 我认为这个太over了 我觉得太太也没有必要说 要给自己的先生 好像给小孩零用钱 这样子一天三十块 这种女人是有的 这种女人有何存在的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他们之间的情趣吧 想要回味过去是吗 但是我的朋友咧就有智慧 他是对中国重商 就是有签订的 但是他中国重商咧 他自己有一个户口在那边 其实就像加玛所讲的 太太是虽然控制到他一天多少钱 可能但是他外面的那个钱咧 在宁爱银行的户口还是有钱的 所以他去到中国以为他控制了他 钱怕他外面搞风搞雨 但是他就是像加玛怎么样的 还有户口在那边的 还可以花天喝酒也没办法 所以有时讲说女人自以为聪明 其实一山还比一山高 男人有时在你家里做个小男人 但是在外的时候简直就是两个了 另外一个男人 所以有时我就是要讲说 这个现实中你不要以为你很大男人 你在家可以主导 但是有时男人是表面上戴着面具 回到家里宁愿做小男人 但是出到外的时候 就像一只狼一只虎 你又何刷呢 我们看到我的朋友就是这么样 所以你今天只要来定位说 这个大男人跟小男人的区别 所以懂得换面啊 就是面具带一个面具 做人才是个好男人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 也不算是面具 智慧啊 你想想如果他在家也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家不是破了吗 我觉得倒是如果是在 就是那些家里有小男人的 这些女性朋友要注意了 我觉得阿龙讲的是 这个可能性是挺大的 一般像这种人的 你在看他在家里乖乖的 在外面可能就不是这么一个人了 反正是像阿龙这样子 就是在外面 可能在家里也不见得是乖的吧 你很乖吗在家里 对我在家里不乖了 我在家里都可以什么都挺的 我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可能你看我 我在这样公开里面 我都可以这样讲 我在可能别人听了 以为我们有时候 但是我认为这种是一种乐趣 直接说好过去 担弯抹角 对 担弯抹角 我直接很坦担弯的说这样话的 尤其是在 我认为夫妻两个是很奇怪 我问很多女性 但是说当好像我太太 面对她公司上的问题的时候 回到家里跟你疏狂的时候 我就很奇怪 当我问很多女性 女性就讲说 你应该要牵着你的太太 你应该要听她的 怎么样都是服从她的 但是我的性格我就是不会 我会说你对就是对 你错就是做 但是我会教导你 反而她不喜欢听 就是说认为我在吃着她 她要跟我想她同事的东西 我就是分析给她听的时候 讲说你这样做 其实你也是有问题 因为你不见得是前男 是你对到完 那我的个性就是 当你讲这个事情 给我听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的 而不是我作为一个旁听者 但是我问很多女性 很多女性都是讲说 其实太太有一种压力 向你漱口的时候 她就是要找一个人来 完完全全吸收她的东西 但是我的个性就不能够 所以有时候听听一下 讲讲一下 会有一些口角 就是这样的一种因素 你怎样去说这个东西 这已经是去到那种 夫妻之间如何沟通的 那些沟通技巧了 可是这个我其实是赞同小青说的 我是觉得这方面就 太过有时候大男人了 我自己觉得倒是说是 其实是当一个女性朋友 向你讲这些东西 她其实不是期望说 从你这边得到什么样的一些 劝告或意见 她纯粹是想要得到你的同理 就是要借你的耳朵了 纯粹是跟你借个耳朵了 她讲完就没有事情了 我觉得这是心理学者的一个 普遍的论点 这是对于这个低智商的女人的 一种一种看法 对吧 什么低智商 像阿龙 我觉得你太太很了不起 因为你太太已经不是出于那种 低智商了 是出于高智商的 所以你用你的方法其实并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了 说完之后抱一抱 亲一亲 这个才是 人就是说就好像一个wave 就是那个波动这样 人如果一个夫妻里面 一个平平淡淡无气的 有时要跌下来 可能你的感情会增加 飙的更加高 就好像一个股票 一地球你的弹性你丢下面 轻轻的丢它弹起来不高的 如果稍微掉一下 那个弹性会来得高 这种就是一种有趣的东西 但是我以我的个性 我始终还是改变不了的 我就是说我就是对事 我不对什么 虽然你是我看 我一定会分析给他听的 可能你要说借个耳朵来跟我听 我认为你不对 我是因为想要让你来改进 所以我这个性格 可能带很多人 就是认为不大好 可能因为我不懂得聆听 说完全吸收 但是你今天跟我讲的东西 我就会分析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为什么你呢 我就感到很奇怪了 你今天要把这个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你是要得到答案 还是要得到人家的认同 这一点我们就很难捉摸到 其实它是多方面的需求 你知道吗 它又需要你聆听 它又需要你反应 甚至需要你刺激 你要吗 然后呢 还有最后是你安慰 要看准阶段 最后是你的安慰 所以这些东西 你就要顺势 当它倾泻的时候呢 你就一鼓作气 让它倾泻完 对吧 然后呢 你就会提出一些疑点 去调整它 让它有一些些的不满 然后在它有点 刚刚要不满 要起有些苗头的时候呢 再一杯温水下去 对吧 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对 所以你说做男人 有时候挺辛苦的 对不对 不辛苦 这个是至少 这是什么 叫做这个条件反射 这不只是男人要会的东西吧 女人也要会啊 是吗 是啊 这是沟通方式嘛 任何人都 就算那个对象 不是他的太太 或者是他的先生 对小孩也是这样子吧 女人往往在男人不冷静的时候 他最冷静 对吧 阿龙 对 对 他男人不冷静的时候 女人最冷静 男人这个冷静的时候 女人是最最最好发泄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怎么发泄 这个男的都都都不会 都不会怎么被伤到的 对吧 那阿龙我问你 你忍受得了就是你太太 如果对你无理取闹吗 我忍受不了 忍受不了 那你会怎么样 为什么要无理取闹 什么所谓的无理取闹 无端端 你跟我无理取闹 我的性格我接受不了的 他可不可以心情不好 然后对你无理取闹的宣泄 那你会怎么样 我会讲他咯 讲讲他 但是我讲他 我不会跟他很硬碰 会骂他的意思啦 阿龙 阿龙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不论怎么样 无理取闹的女人 只有两个原因 那一个原因呢 是 来月经 这是不是 这说法很片面 又是心理学家交错了 这我跟他占不同品 我就知道 要闹一点 他是这样子的 他外面有事 这是第一件事 他外面有事 这是第一个原因 他无理取闹 第二个原因的 无理取闹呢 他有一些心理的过节 一些疾病 他没有克服 所以他无理取闹 这种的话呢 你就要 你无论是第一种 和第二种原因呢 在他无理取闹的时候呢 你都要冷静 对啊 你要冷静 因为他 心情不爽的时候 他会直接讲到 我今天心情不爽 我做 做工怎么样 没必要什么问题 你自己就要醒悟了 你就不要去挑拨他 或者是想啊 所谓的无理取闹的事情是 没事找事 就是让你不开心 就是故意 故意找一事 比如说 呃呃 本来挺好的 这一天你回到家 哎突然怎么家里那么乱呢 然后又又又又不做饭呢 出去啊 差不多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啊 然后回来不 还回来不要紧 还对你破口大骂啊 这种叫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啊 像我我我我 我结婚到十年 我都好像没有遇到这种感觉哦 没有吧 就说明你 所以你很幸福了 说明你太太在外面没事 哈哈哈哈 智商挺高的 应该这样子说 一天一天 无理取闹的人 就是很可怕了 如果像你这样 马上讲 我以为他心情不爽 那种东西 啊 好像大大声 骂孩子啊 这样啊 去哪里 我会讲孩子 你不可以小生 这不是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就是说 无理取闹就是说 你莫名其妙的 对吧 所以对你发火 这样我还没有面对到啦 没有面对到 你觉得没有面对到 是因为可能你平时表现的 都比较大男人 所以让你觉得你太太不敢 对你这样子做 还是怎么样 因为通常我会跟我太太 就是说 我讲话会比较开玩笑的 我会很直接的 可能我在一般上的夫妻 两个了 没有这样说 很开通的这样讲的 就好像说 有时我们在看香港 连续剧的时候 突然间我讲 哎呦这个女的 这个女明星越来越肥的 当我太太就坐在旁边 我讲 为什么你会知道她肥的 她就会这样问 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会一般上 我会这样打她 因为我跟她 睡到不要睡了 我会用这种话语 像开玩笑这样讲 她就神经病 每天都讲这种话 我会感觉 我跟我太太 会用这种话语来说的 就好像我出到外面的时候 可能对别的夫妻 为什么老公可以说这样话 当我讲说 我有两个孩子 然后人家问 你们不生的 我讲是大胖不生了 我现在在找分公司 当我太太面前 我也刚才讲的 他身边很多朋友就讲说 哇 你可以在你太太面前 讲这样话 因为 其实我们都开玩笑 惯了了 平时生活中 我们都是用这种的话语来讲 她听惯了 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正别人听了 会感觉到很好笑 就是我一直在影射她 如果你不再这么样 但我其实想要孩子 你不再想要生 我可能就是外面在找 看她怎么样去打破 那种观念吧 就是用这种话语来 激愤她 但是已经是听了麻木了的时候 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大不了了 这个假说小青啊 这个老公这么跟你说话 你接受得了吗 就说你不给我生 我外面生去 不给我生 你不给我生孩子 我到外面去找人生去 这谁能忍受啊 很多人能忍受 如果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呢 像阿龙这样子说 像阿龙这样子说 你会怎么看 我跟我先生是没有这样子 开这种玩笑啊 外面生假 外面生 反正外面也女人多的是 我是觉得开玩笑 也要有一个度 这种玩笑不能开了 有一些玩笑能开 有一些玩笑不能开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 因为有一些事情 毕竟会碰到一些女性的敏感 敏感神经 你一碰到那个 你就在那边种下一个阴 你会喜欢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吗 就是大家就是相敬如宾的 这种关系 就是夫妻之间 我会喜欢 但是还做不到 还做不到 当然啊 相敬如宾很难 因为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人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 你发脾气的对象一定是他 你不能跟他发脾气 所以如果是要相敬如宾的话呢 但是你又不能对他太过好 就是当宾客一样 对 你要当宾客一样 就是不管你有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内在的情绪 你都要抛开 然后呢 你还要 就是你 把他对待客人 照顾他 好吃好喝的 然后呢 还要把他端水 给他煮饭 然后还要问候他 然后还要很开心的聊天 如宾不不安全是这个 你这个好像是仆人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两个人不应该是相敬如宾来这样子来对待吧 那就太过奇怪了 可是我觉得至少要 至少那种客气的那些 阿龙阿龙 你还在吧阿龙 阿龙 在哈 你不会相敬如宾吧 你跟你太太相敬如宾嘛 没有 他太太很爱开玩笑 哪来的 因为我就讲到我们生活上 我们都会用开玩笑的话语 有时候因为我讲的太过过火 他会生气 但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讲 你就要收尖 你玩的过火的时候 但是我认为这种是夫妻俩的一个风气 而不是要什么相见如宾 做到这种的 你会骂你太太吗 你会吗 会啊 会骂 就像我看过你骂你儿子那样 骂我那个儿子这样凶没有 好狠哦 但是我的脾气 我讲话的以去就是这么样 有温柔点啊 其实 温柔我不会 不不不不 你温柔了 你温柔 你太觉得蛤蜊了 这个方面 对啊 我温柔的时候 就是关起魂的时候 那个吃草温柔 有这一面吗 阿龙 你真的有那么温柔 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实际上想的 当我用这样话的时候 可能别人会认为我性少的 我讲说 哎呀 你如果你也一直讲说 你很粗鲁 我的工作也是走很快 我讲话又很快 但是我的讲话又是很大声 有些女性就会这样讲 你可以斯文一点吗 温柔一点吗 我就会这样讲说 当我温柔的时候 跟我斯文的时候 你是绝对没有机会享受到的 别人的男人听到就会在那边笑 因为我带有那种心骚扰的话 也就是讲说 我关起门的时候 我就是会很超温柔的 所以你没有这个机会看得到 你是错失那个机会了 所以我会用这种话来讲 可能你认为我性少老 但是当我说这个话 我在朋友群里面 别人听到会感觉很好笑 因为有趣嘛 对不对 我会用这种方式来 来呈现出来我的话语 但是别的人 我太太就是习惯了 可能习惯了我这种方式 没有把握到 所以我们一路来都是会这样开开玩笑 就是说让生活上 就是用这种的话语来去说罢了 其实阿龙 我们谈这个大男人主义也好 谈女权也好 其实我们都谈了 谈了这个很长时间了 这个课题 当然这个课题是永远谈不完的 问题是这样子 我发现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小新和威尔 他们认不认同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 大多数的女性 就都还能够接受 所谓大男人主义 特别是能够接受这种 有理智 有思想的这种 什么有主见的这种大男人主义 这是一种普遍的一种状况 而且还要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真的是发生一件重大事情的时候 出来扛的是那个男的 男人 这种就是大男人的特征 他就是有什么风吹雨打 第一个就是他宁愿就是他 他先出头 他先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你挡风遮雨 对对对 就不能一个女的跑出来 为你淋雨 为你晒带雨 其实我也看到过 如果我今天 我这样说了 大男人主义 跟这个父权主义的存在 就是说在整个家庭里面 让他参集整个家 这个是一个好事 就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会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现在我们拿泰国 泰国你看 是女权主义的抬头 或者是在中国某些地方 你会感觉到那些男人 就是不想为这个家负责任 他也不去聘活的 也不去想去做工的 就是等女性来去做工 赚钱来养这个家的 你又怎么样去看 这样的一种的社会 是不是女性也要的 可能你嫁给这样的老公的时候 你会满面多多的 为什么你这样小男人 你不负责任 其实阿龙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随着这个城市化 随着这个人们 这个生产结构的这种改变 女性主义是越来越强劲了 这个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OK 不能够否认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看 你看中国女性 几多都是你看 来到我们这边 马来西亚做这些按摩的 全部来这边 来找吃的这些女性 如果你去了解 他们背后都有一个 新生就是老公 好吃懒做 就是在家里 有时我时常就是这样说 我就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 如果这个家庭环境 过得不好 想要出国跳飞机的 都是男人的 都是男孩子 女性肯定是要 维护那一个家庭 把孩子照顾好 我去外面闯 我外面赚钱回来养 寄钱回来给你去养 所以他就是要为了 这个家的负责任 你认为这个是大男人主义 好 但是说如果你看 别的国家 全部的女性 或者是泰国 这些女性都是往外 出来赚钱的时候 来养家里的男人的时候 我问你 小青 你到底想说大男人好 还是不大男人好 你怎么样来定位这个东西 所以就看了这个时代 你认为是地方 还是你完全能够接受 这种的一种的方式 我没说大男人不好啊 大男人主义在这种思想程度上 是很好的啊 他只是要 只是那种 我觉得是 如果是那种 很专制的大男人的那种态度 不听从他人 只是固执己见的那些 那这样的大男人 或者应该反过来问吧 或者应该反过来问 会比较好 就是说 像刚才阿龙你说的 这是大男人的会比较好 那如果现在换成 换个角度来看 现在女权抬头了 这个女性族业也强了 那就会造成 给这些 就大家都鼓励说 女孩子应该 女性应该是出去赚钱的 养家的这样子的情形 那你怎么去看 对不对 我就是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是阿龙 如果我太太比我再强 我太太在我工作的好 我在家里 我不去做工 我照顾小孩 我带孩子去上学 带孩子去放学 我懂得煮菜 我煮菜给我 这个时候 我留在家里的时候 我相信 我别讲整个社会的 用什么眼光看我 亲戚朋友都看不起 我这个男人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 因为你这个男人 你能来养 所以你怎么样来去定位 说这个男人 我都想要做小男人吗 如果真的是 你能抬头的时候 你可以外面赚到钱的时候 你就去外面闯 我在家里的时候 但是社会不能够允许 农下我这样的一个小男人的存在吗 如果阿龙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真的是有一天 如果这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那是还好啦 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是 工作上啊 失业可能需要停一段时间来去筹备 那我觉得稍微暂时交换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 就是两个人一起解决家庭问题嘛 那如果你说这个现象是固定式的 长期的永不变的 那就很难被接受了 我看法倒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会对社会结构 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层面的改变 因为当女性主义抬头 变成是女性变成主导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情形 社会结构都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生活方式也造成不同 那阿龙你怎么看 如果你觉得变成是一个女性抬头 有女性主导的一个社会 会对这整个结构 整个社会形象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认为 你说会有达到这样的一天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 趋势慢慢的 要花一些时间 你在中国 你常去中国 你有没有听说过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对 很小男人的对 他小不小男人 我给你举个一个这样子的事实 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女人 她在干什么呢 她住在那个李弄 就是我们这个罗隆 不过她是这个城市的那种李弄 就是胡同 那么她胡同里面的这些女人 每天在干什么 在打麻将 就是打麻将 然后男人干什么 男人去早上起来去买菜 买菜送孩子上学 送孩子上学了之后去工作 工作回来下班 就接孩子 接了孩子煮饭 煮完饭之后 请老婆去吃饭 吃完饭老婆还要继续打麻将 然后她歇息一会儿 把家里收拾好了 这时候老婆回家 每天就是这么这么这么工作的 那你觉得这样子种现象 当然我们在马来西亚看不到 那在在上海是非常普遍的一个 已经发现了 一个现象 上海女人是很厉害 连底裤都帮老婆洗 很多人就认为做男人做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步 真的是没路来啊 就是没有用 她是浮舟人 就是认为这个男人很超级没有用 连老婆的底裤都帮她洗 如果今天 但在你心里讲说她好幸福 因为老婆 对对对 想问一下小青 如果你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会觉得很幸福吗 这老公全部把这些事都做完了 为什么不会呢 会啊 会是会 会很幸福 当然啊 这样你会感觉到你的老公 被人家看不起吗 会被人家看不起吗 我觉得现在就算是你要有收入 也是看一些投资还是什么的 其实这种现象在上海也不存在看不起 因为习以为常了 太多人是这种状况了 太多人是这种状况了 但是他有一个情况 他告诉你 其实这个这个老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控制了 怎么控制了呢 就是说第一金钱 他的钱财务也被控制了 财务也被控制了 人也被控制了 他也不敢就是发火 也不敢轻易的去离婚 因为他已经奋斗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对吧 就有了房子了 然后有了老婆了 甚至还有了孩子了 这个时候让他一夜之间变成零 他也不愿意 对不对 对 那这个老婆要整他很容易的 就是第一 你不做好这些事情 你有什么东西没做对的话呢 我让你睡客厅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把卧房的门一锁上 你就睡客厅 你一晚上睡客厅 你还行 让你睡一个月的客厅 那这个男人他就耐不住了 对吧 我会认为如果是上海 一上海这样的那种例子 因为是不是会 就是说很看阴子 看镜子这样的一个反射 就是说从来就是他们女情 女权的主义会比较强 当你的孩子跟你儿 不是 其实我他这个老公 他已经被调教成就是千一百顺了 老公被调教千一百顺 是不是孩子看了也认为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或者是女儿看到 也是说妈妈有这样的成为 我长大也要有这样东西 就是反射出来了 对这很可能 这很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跳不出一种概念 他跳不出去说 我必须要成家要立业 要娶老婆这种概念 所以我比较有兴趣想要了解 就是当这个东西延续下去 它变成一个传统的时候 本来女生就应该这样子 它造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就变成了一种母系社会了 它慢慢慢慢的 那母系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 以现在的这个情形 按照现在的情形就是说 这个男人就去赚钱养家 养家做事什么都做 就好像现在你看 吉兰丹的妇女怎么做的 就是吉兰丹妇女就做完了 老公就在家里 什么也不用做 就给养着了 对吧 那今天在上海的女人 也就是基本上不太用做事 老公去做 然后就给养住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在上海来讲 你要找一个老婆 你要娶一个老婆 也不容易 对不对 那今天 如果中国人要娶一个老婆的话 第一 你没房子 没有人要嫁给你 没房 没车 没有人嫁给你 那这样 你就必须要 就去奔这个房 奔这个车 但你要奔这个房 奔这个车的话 如果这个女方 她本身没收入的话 你是不是要全部给承担起来 当她嫁给你了 嫁给你了之后 你有了老婆 有了车 有了房 有了孩子 那你是不是要供着他们 当然了 那老婆就不用做事了 你四次 你都要顺着老婆的心 有一天不满意 要离婚的时候呢 这房子 这个车子 什么都有一半是老婆的 对 对吧 你老婆什么也没懂 什么一半就是老婆的 她 她辛苦了二十多年 突然一天 离婚了 她就变成了零 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这个时候 她能够承担得起 这么大的风险吗 她承担不起 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久而久之 她就被寻化成 这么一种状态 那其实像这种 说女性主义 她就我们从现在这样听到 分成两种方式了 就两种可能性 一就是女性出外去工作 然后男性是做家的 这是因为传统思想啊 就是说必须要成家立业的 这种传统思想啊 和她这个现实中间的一种 一种妥协 一种一种无奈 那么她 她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有家有史 有房子有车的人 她就必须屈服这种 这种状况 如果她换一个想法 就说我何必要她们结婚呢 我要什么这些娶老婆干什么 我自己的钱 自己买个房子自己住 要找个女人 就去接上去找去就完了 这个情况就会改变 所以我说啊 你看吧 这个就分成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男的不再娶了 女的也不需要娶 女的经济阻力了 对 这个就是在发生在吉隆坡的 这个和新加坡的这个状态 所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构 今天你看什么房子最好卖 studio最好卖 非常的昂贵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自己的 就说我不需要这个家庭 我只需要把我自己管好 管好之后 我要找女人 我找女人 我要找男人 我找男人 我可以到你家去睡 你也可以来我家来住 双方之间 谁也不见谁 谁也不跟谁有什么 经济上的这种 这种瓜葛 我有我的工作 你有你的工作 对吧 也不用你养我 我也不会去养你 但是呢 我们可以一夜春宵 这个无所谓 所以说就是现在的男性跟女性 都是不要让别人摸摸玻璃嘛 就是说 这是社会结构给予的 这个不是他需要的 但是这社会结构已经来到这一块了 我没有办法 我今天要在都市里面 我落脚 我要生活 我必须走这条路 不然的话 我为了感情 我会失败的一败涂地 你知道吗 有这首歌 一败涂地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细肉了 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大男人主义 在这个社会中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存在这个价值呢 还是他根本没存在价值 如果没存在价值 就发生这种状况 所谓大男人主义 有存在价值 所谓大男人主义 是以这个家庭细胞为这个 我们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有家庭的主轴 所以才会出现大男人主义 对 如果你没有家庭 这么一回事 那就没有大男人主义 是男女 绝对的男女平等 对 那这个状况就发生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各自独立了 对将来都建studio就好了 这个不单只是住这方面问题 不单只是 我喜欢就跟你 喜欢就跟谁 这个 那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不不一定 这我觉得它是一个 这个轮循环 这个是世界的这个 这个结构的循环 就是说你会不会这个世界 因为这样子状况 将来就没有后代了呢 不会 它还会有后代 它自然而然 它会 它会产生一个后代 比如说女人 想要生孩子了 咱们也不找那这个男人 去负责任 直接跑到这 金子银行 金子银行去 去领个来 去试管 就生孩子了 对不对 然后国家福利就偏向女人 就说你反正女人 你去生孩子吧 反正这孩子 跟谁姓都没关系 也不需要传宗接代 将来也不用姓黄 对吧 也不用姓这个 什么都不用姓 什么都不用姓 对吧 就是它就是国家的孩子 对吧 国家甚至出钱 就是帮你养孩子 你一个女人 养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 你养两个孩子 我又给你多少钱 对吧 你自己生 那就孩子给你亲 你不愿意自己生 去领一个也无所谓 所以整个结构都会改变 改变了 人类结构改变了 完全改变了 当然这个东西是 这个宗教主义者是不认同的 比如说基督教 伊斯兰教 或者是佛教 可能都不认同 但未来 因为你把这个整个世界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世界的这个城市 结构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是觉得宗教 基本上我看起来 我感觉上都还是偏向 这个大男人主义 这个方面的 对 他一般都是 就是宗教的伦理 好像就是男人为主 因为你看 基督教 他说这个 先做了一个亚当 对 他没有做夏娃 那先把亚当做了 从亚当身上 抽一根骨肉 做夏娃 对吧 所以大男人主义 那当然就是大男人主义了 对吧 没有男人哪来女人呢 所以男人 男人找结了婚 再找女人 都是上帝的错 我实际上讲这句话 可能基督教 听了不喜欢 因为他就是拿我们的那一根骨头 去做了另外一个女人出来 夏娃出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 可能今天我们找到的 未必就是我那一个骨头 做出来的这个女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着 我的那一根骨头找回来 你应该是在结婚之前 就已经认定了 他是你的肋骨 就把他娶回家了 你太保守了 我要找 我就找别人那根骨头 那上帝不应该用骨头 用另外一根东西 那你一定找回来 只有一根的铁 没有 我倒是要讲的 这个话不是我讲的 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读心理学课的时候 有一位教授这样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感到有这个道理 他讲说你可以把它美化成 就是说当然能为什么会很正常的 就是喜欢看到你呢 就是找多多个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 他讲都是上帝的错 你听起来有他这个道理 因为有嘛 你可不可以这样解说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话来说的时候 很多女性听了都是会不认同 我要问昨天刚好 你们有谈到那一个西克族的 我讲说蓝女跟地位 当我们讲到蓝女平等的时候 我们在分音上的时候 就是蓝家一定要给女家聘金的 你怎么样来讲 我认为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公平 不平等的政策 但是如果你那个地位要高的时候 反而西克族就是说 那个女性出嫁的时候 他是倒反过来的 是要给蓝房聘金的 所以他们生女儿是 因为出嫁的时候都要给蓝房的 反而是他们的地位 变成女性是受尊重的吗 受更加尊重的那个他们的文化里面 反而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 或者是其他族情的社会里面 你要给聘金是给女方的 这个恰恰倒反 当你怎样去谈的东西 我认为这一个东西 怎么样谁要去打破 如果今天我要娶一个女人 做老婆的时候 如果没有给到聘金 可能对方闲三闲话的讲的多多 讲说这个男人没有用 连聘金都给不起 你怎么样来去看这个东西 怎么样得到这个到底是平等 怎么样得到女性的一个的地位 我反而觉得 我反而觉得如果这个变成 我不赞同你说的 如果是变成是女性给这个聘金的话 我反而觉得是等于是说这个这个女性是没这个没这个身份 她地位不高 所以她才需要用这个聘金去去去给这个这个男人 这种反而是更典型的这个大男人父权社会 我认同你的说法 像印度人的那个风俗也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印度女人嫁人的时候 要给嫁妆 要给嫁妆 而且是要非常庞大的一笔嫁妆 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女人嫁过去就根本不被当人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是问出来 当你怎么样看这个东西 你认为这个女性 给嫁妆 是她的地位高 还是她的地位低 就好像说我们男人 啊华人社会里面 我们给聘金女家 是不是我们显示我们的男人的地位更加高吗 因为我们要给女家聘金吗 我抛出这个问题 就是有两线的 两面线 就是你去思考 这到底是谁哪一个比较比较高的地位 我觉得两个 这两个现象都是在表现那个男人的地位比较高 先不要讲她是不是大男人主义 对 都是在都是在凸显这个男权至上的一种象征行为 因为因为你看这个女生 西克族 你嫁女儿 你给她这个你给她这个钱 然后象征这个女的嫁的怎么样啊 很有尊严什么的 这其实也是 这其实也是在 扩大这个男权的表现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大女人的那种行为表现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是 还是以男 就是父权的这个情况下发生的 是 我早时就认为如果今天说一个女方 华人社会的女家 给拼性给男家里面 那是一种侮辱 我觉得 你看你看你就是 你矛盾 你就是说矛盾 为什么印度的社会 跟西克族的一个女性的地位 可以给男方 因为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呢 女生 女生他把她当作是那个宝 她不管 她不管 她不管再怎么样 女生他他都是嫁那个女儿嫁出去 她是把她的心肝宝贝这样子嫁给你 然后你是疼惜 她的那个拼金的意义就是 你疼惜你的岳父岳母 把你的太太照顾的这么大 其实你把这个东西夸越了夸张了 去说这件事 其实在中国广大地方的这些农村 这个其实嫁女儿是一个没有 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不对 他他他一定要要想办法把这个女儿给嫁出去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什么家庭啊 都希望女儿嫁出去的时候 能能收到的这些钱用来干什么 用来替儿子来娶媳妇 用来盖房子 用来养老 这是等于买 这都不好听把女儿给卖出去 不是说什么宝贝啊什么你将来好好照顾她 这是这是面子上的一个说法 内心里面是是把她卖了 然后呢给儿子来来娶媳妇啊 让儿子增加利益去 这是发生在比较贫穷的地区的状况 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就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有改变 这个为什么有改变呢 在中国呢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孩子的政策 对吧城市里面 所以呢城市里面今天在中国人来说 他已经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 不论这个孩子是男的和女的 他都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 那么特别像上海这个地方 咱们刚才都讲了 这个女人当家 所以所有的人都想生女孩 很奇怪的一点 今天在上海所有的人都想生女孩 就是说整个中国来看 还是很多大部分人想生男孩 但是在上海就是很多人就只想生女孩 为什么第一我女孩 我是现在是是不用强势的 我不用为她就是考虑要准备多少的钱来娶媳妇 对不对 而且还有收入 对不对 还能进账 还有收入 我不用那个一辈子去去买房子啊 要是生个儿子 还要替儿子买房子买车子 然后娶老婆 他这些全免了 而且呢 今天再往后代来看的时候呢 其实反正都一样 都是一个孩子 他后代再生男的生女的 什么传宠接代 今天中国人的名字 姓黄的儿子也不一定姓黄了 对不对 这个可能叫叫黄诚 这个儿子又姓黄又姓陈 有的干脆两边都不信 这也有 所以所以这个观念已经改变了 你说这传统 五千元传统我们要继承继承 现在由不得你去继承这些传统了 现在整个商业社会 整个都市化的这个进程 打破了所有的这一切 对 当我看台湾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就讲过 台湾社会里面 不被上海是重男轻女 当整个节目在探讨的时候 是台湾上海人呢 就是女儿让他跪养 台湾男人 台湾男人呢 如果是儿子呢 就让他跪养 女儿呢 就是健养的感觉 在上海女人是讲说 你现在给你的孩子 给他最好的东西 我只要把我女儿 用那个贵养的教育来的时候 我起回来上海男人的时候 他不会雇你的家了的 你就是把孩子是嫁出去的 这个就是两个社会 当他们在讨论着 上海女人跟上海 台湾男人的那种处境的时候 你看这个就是 上海女人的高招啊 就是说不一样的社会 他把你吸取了 你反而你不会雇自己的良家 他要雇业母业父的 以他为主的 而不是请你而回去的 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说 一个女权 当他太强的时候 也对整个社会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一个 时事的节目 也是在探讨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讲上海的 因为很多台湾人 去了上海做工的时候 那些蓝的 全部都是起的上海 女人做老婆的时候 都没有回去台湾的 就是定居到上海的 这个延伸在台湾社会 来讨论 这一个这样的一种的课题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社会的一个演变 就有人讲说 这个就是上海女人 上海社会女人的主意的抬头 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交易 把很多男人 台湾男人都吸取去 所以你怎么样来讲 整个定位 我实际上还是认为 随着社会的一种改变 我相信逐渐逐渐的 是那种风气会打破 但是我认为在马来西亚加码 还是很难达到的 尤其我们还是在 这样你所讲的 这种烟红下争制里面 没有人打破的 大家还是随着这个潮流 一波一波 这样还是延时延时下去的 这是个时间问题 我的看法 就是说 它目前打破不了 因为马来西亚 还没有到中国 资源那么枯竭的这种状况 对吧 我们还有 还能够有房子买 还能够怎么样 那当有一天的时候 这城市化的问题 越来越远 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了 现在我刚才讲到 这个studio那么好卖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趋势 未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特别专业人士 这样子的独身者 越来越多 今天你看新加坡 29%的女性是独身 这个数目是非同小可 再往下走下去 可能超过日本 来到百分之三十几 来到百分之四十 那整个社会的状态 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冲击 而且是如果当这个社会 还是与女性为主的时候 大家都生女儿 好过生男 这个儿子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 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是整个经济状况 政治状况 任何一个状况 都会变得不一样 对啊 在我们现在的观念上 我都认为生女儿 还好过生儿子 我们都看到了的 在我们这一代的年龄 就好像我妈实际上讲的 你还好一个女儿 未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女儿 比较对你会更加好 你儿子 本年你会看到 整个社会的演变 就是如果改制儿子 你还以为说 儿子跟媳妇住在一起 绝对是为难了的 很难达到的 你今天可能有三个女儿 会好命过 你有三个儿子 这个是很事实的 也是在华人社会 尤其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 也看得到了的 当我们讲这个东西 我要表扬一下 就是说在张英 我们的国会议员 就是她的 她就是朝外 她的先生是朝内的 但是当她之前 有人了解到她 我在身边的朋友 也有那些比较老一辈子的 也是一路分分来讲 她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看她今天 在维护女前的主意的时候 她可以做得到了 最重要是她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她的老公 她老公其实好像 是一个画画 为生命了的 就是孩子啊 全部都是由她的老公先生 在家里面来照顾的 今天我就想要问 她能够接受这样的老公 是因为他们的夫妻 能够有达制到一些的东西 如果别的家庭里面 在华人社会里面 我相信很为难的 在整个东西里面 大男人 你要做小男人 我相信在华人社会里面 完全好像自己身边的人 都是不会接受的 那你自己呢 阿龙你觉得你能接受到 就是以女权为主的 一个社会吗 我能够接受 当我要接受的时候 我想要抛开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女人别在后面 就是说三言两语 讲最多话的 三姑六婆 讲最多话 这种闲话的人 最瞧不起这种男人的 谁是女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接受 可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 是属于大男人性格 怎么去接受一个女权的这个社会呢 怎么去配合 我不能够接受 但是我能够接受其他人 如果用这个方式的时候 你会去批评这个男人没有用吗 我们跑先 但是我们会不会去讲 反而讲的最多话的是三姑六婆 那些三姑六婆也不是大女人 所以就是说 你不发觉到 很多时候在女人的 议论纷纷的时候 在指的女人的时候 是最多的还是女人情 就好像说今天一个男人 外面有小三 你那些可能 在巴萨里面三言两语 讲的时候 啊 讲这个男人 很有这个人欲 经济人欲 有才能够起小三吗 她会的评论是这么样发展的 如果倒回过来 今天一个女人出轨了 让她老公戴密帽 她去高三 就是去做这样的 出轨的事情的时候 讲最多话的是什么 在巴萨里面 还是女人讲女人 女人就是为男女人的 而不是男人的 在讲她闲言两语 对啊 可是当有一天 这个是女权社会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状况会改变吗 我是觉得说 当女权社会 真的是变成一个 一个现实的时候 我倒觉得说 可能这些女人 她们自己出轨的话 她倒不见得是一个问题 不像男人这样子 我觉得有这个分别 你看我的意思是说 讲最多话的 还是女人在讲着女人 你怎么样来说 女人抬头的时候 都不会去说这个女人 反而是男人 都不会去讲这种 三言两语 背后讲这种闲话的人 所以你就想说 在这个整个女人的社会里面 而不是我们讲 有时候说 三八妇女节 真的是米兰话 有句话三八三八 就是女人 最会讲说自己的 指责自己的 还是自己的女人 反而她对男人 反而有一个 比较崇高的那种的话语 来去表扬她 你又怎样去说 所以自己女人 都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定位 所以就我很喜欢 你要抛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理性 真正的才能够 采取那一个男人 一个名气 为什么要讲说 这种邪念翻译 对不对 好了阿龙 那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这个十点十分了 那今天节目 我们就坐在这里 谢谢 谢谢 拜拜 继续大男人 那我们 我们这个大男人的 这个课题呢 其实也谈的差不多了 咱们一人一句话 咱们把它总结一下 咱们就收卖 小请进来说 大男人 有他的好 所以呢 还是要保存的 那我说了 大男人的确有他的好 所以还是要保存的 我本身就觉得说 大男人没什么不好 所以继续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声 谢谢快乐 今天我们这时候再见 拜拜